KS Media 朋友 你們好 我是Vera 鳥背影 很高興得到VIP音樂榜的VIP熱播新人的銀獎 其實我收到消息時都很驚訝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作為一位獨立歌手 在資源不足夠的情況下 都可以獲得這個獎項 我覺得是一個優惠 在這裏再次感謝有投票給我的朋友 以及一直以來支持我的粉絲 其實我很感謝VIP音樂榜的小魚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已經是五年前了 那時是VIP音樂榜的第一屆記者招待會 那時也很開心可以去到那裏認識到她 事隔五年後再一次見到她 也不是真的見到她 是網上見到她 很開心她還記得我 在這裏很感謝她 今年我終於第一首有一首自己的個人作品 歌名叫許願池 這首歌為何會出現呢 其實是很想透過這首歌 帶一些開心和快樂的訊息給大家 尤其是今年疫情關係 可能大家在生活上 都會有一些很緊張的情緒 或者有些壓力 想去個旅行去減一下壓也有點困難 所以很希望藉著這首許願池 帶大家去遊覽美景透過歌詞 希望去喚醒一下大家去旅行的時候的 開心愉快和輕鬆的好心情 今次這首許願池 我自己有份參與作曲的部分 我亦邀請了一位作曲人 施喬峰和我一起寫這首歌 另外填詞有張楚喬 還有我的編曲監製王安宏 其實真的很開心可以和她們合作 可以寫一首這麼正能量的歌 出來送給大家 還有我覺得這首歌可以 帶出一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無論在生活上 工作上 又或者愛情上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踏出多一步 去嘗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或者一些新的方向 如果大家踏出了這一步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有一些人和事 會更加適合自己的 所以就以我自己為例 我本身是一位宴會歌手 都唱了很多年 適合別人的作品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心願 很希望有一首真真正正正 屬於自己的歌曲 不如試一下吧 和朋友一起想想 怎樣可以寫一首歌出來 所以就造成這首許願池的出現 其實我自己是現在這個時刻 我會去努力嘗試作曲 因為始終這首歌不是我自己一個作品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首完整的 而自己有滿意的作品可以帶給大家 之後其實都會很有興趣去參與填詞的部分 雖然我的填詞的經驗真是上淺 但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好 其實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大家可能留在家裡的時間都真的多了 還有會多了時間去上網 即是用手機 用電腦 去看一些影片 直播 這樣增加娛樂性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一些表演的項目 都會轉型去網上舉行 而我最近都會比較多機會 上到不同的平台 去做一些直播和Live 希望可以和大家多點見面的機會 另外我自己也會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 去和粉絲多點溝通 好有趣的 我現在好像變成一個樹洞的角色 有很多粉絲會把一些開心或不開心的事都會和我分享 甚至乎有一些可能還在讀書的朋友 他們可能考試之前覺得很大壓力 都會和我說 以及問我會否可以說一些鼓勵的話 讓他們沒有那麼緊張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挺喜歡這種交流方式 好像和他們變成是朋友 所以接下來都會在我的網上平台 會和大家繼續多點交流 或者可能我會給大家問一下我的問題 或者解答一下大家 來穿起粉彩雨種下 萬木魚 南雅的玫瑰夏 你也要說什麼